这架飞机看起来相当科幻 但它不仅是真的 而且是上个世纪90年代便已经成真了 三名飞行员在三年时间里面先后驾驶着它 飞上了38次天空 没有遇到过一次危险 可见这个看起来咄咄逼人的家伙 实际上是非常的友好的 它叫做猛情 在2002年首次揭秘时属于波音 但其实它的起点始于卖道 甚至还要更为久远 与这两架飞机都有脱不开的关系了 那好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它 曾经军用飞机为了躲避来自地面的跟踪与攻击 靠的都是飞的高和飞的快 它们在SR-71黑鸟身上达到了巅峰 但是后来人们突然发现 我不一定非得要这么干 只要让你从一开始根本就看不见我 不就好了吗 从此高空高速不再是军机的硬杠杆 隐身性能才是至关重要的 于是在一个神秘方程式的帮助下 洛克希德用这架飞机 用蓝赢下了第一架隐形战斗机的研发合同 随后它继续发展 最终就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第一架执行战斗任务的隐形战机F-117了 好 故事里面的第二架诺斯罗普 虽然在第一架隐形战斗机的设计PK中败夹成来 但随后却卯足了劲 用这架飞机沉默之蓝 赢下了以实验为目的的隐形侦察机的合同 用实力证明了 哪怕我长得再愁又怎么样呢 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见我嘛 随后它虽然没有继续发展 但由此长出来的科技术最终让B2得以诞生了 接下来就是故事里面的第三架了 有点悲催的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了 因为它从第一个项目就开始参与竞争了 甚至在与用来的PK中还影响了第一阶段 但是后来 不管是隐形侦察机还是更新的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竞争 它都没能被选上 看着洛克希德和洛斯罗普大把大把的花着纳税人的钱 一架又一架的照验证机 这个心里面实在是很不甘 好 既然你洛克希德有著名的臭油工厂 那我也对标你整一个幻影工厂出来了 你的臭油工厂里面有1号人物凯利·约翰逊 那我的幻影工厂里面就挖你的2号人物过来呗 艾伦·纽西曼 其实这个2号人物是我随便说的 它可能并不是2号 但是也绝非等闲之辈 维西曼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慵懒的开发 并在随后的F117中继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结束之后还帮助洛克希德为海军开发了 那艘隐形战舰海影 以至于在很多绝密项目都还没有解密之前 美国国防工业协会就将含金量极高的技术成就奖 颁发给了它 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是 由于艾伦·维西曼的工作 使得美国的隐形技术 在与潜在对手的竞争中 获得了15年的领先优势 好 所以你看 由它组建的卖到幻影工厂 显然也是梦幻级别的 于是梦幻的猛情就登场了 我必须要承认 第一眼看到它 我是惊呆了的 这是一架飞机吗 它怎么长得如此奇怪呢 也如此好看 好看是好看 但它怎么可能飞得起来呢 跟我有个同样想法的 其实还有后来驾驶它 飞了8次的幻影工厂首席试飞员 陆迪·豪格了 他在第一次看到这架飞机的造型之后 就马上开始担忧起来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还真的就拿了一张纸 折出了跟这个飞机 一模一样的带着下翘一间的纸飞机 然后扔了出去 哎呀 不出所料 这架纸飞机呢 马上就开始翻滚了起来 最后以背部朝下的姿势呢 就栽到了地上 妈呀 我可不能拿自己的生命 开这种玩笑啊 当时鲁迪的心里面呢 一定奔过很多匹的马 但是设计师比马来的还要快 立刻就跑到他面前安慰他了 同时拍着自己的胸脯保证 放心吧 真正的飞机呢 是绝对不会像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们已经用计算机模拟过了 并且风动测试也是做过了的 它肯定是能够飞得起来的 它的确是飞得不错啊 而且设计师的话里面呢 其实是透露出了 这架飞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它是一架采用了当时 还相当新颖的快速原型制作方式 设计出来的飞机了 所以快速原型啊 就是只抛弃原有的鲜化图纸 再造模型 接着对真实的物理模型进行测试 然后再根据反馈回过头去修改图纸 再造模型再做测试 这种反复数变的复杂流程了 而是从一开始呢 就用计算机来进行辅助设计 在计算机里面建造虚拟模型 然后利用那个年代最佳的算力 模拟各种各样的飞行性能 因此能够以更快的速度生产出 比以往更加接近成品的原型机组件了 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呢 太稀松平常了 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 的确是一个新鲜事啊 话说为什么幻影工厂要这么干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啊 就一个字 穷 因为跟吃黄粮的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不一样啊 卖道是一家纯粹的私有公司 所以省钱自然就成了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嘛 穷则变变则通 卖道真的就用变把这架飞机给走通了 前前后后啊 从概念到飞上天空呢 这架猛禽只花掉了不到6700万美元 比今天买一架F35的成本还要低 但是两者完全就没有隔壁性啊 一个是让零走到了一 另外一个呢 只不过是在一后面又多加了几个数字而已 说到省钱 咱要再啰嗦几句了 因为它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已经到了那种能不用心的就绝不用心的地步 发动机用的是小型喷嚏机机 比如赛斯纳公务机才会用到的普惠阶梯15D 可怜的推力只能勉强超过3000磅 主起落架则是拿比奇飞机公司生产的双发轻型机上面的零件改装一下就成 寒色座椅来自AV-8B钥匙战斗机 控制感和油门来自FA-18大黄蜂 方向舵踏板呢 从A4天衣上直接扒下来就好了 堪称是飞机界的科学怪人啊 空军试飞员道格本杰明更是不掩饰他的坦诚啊 说哎呀 上面的钟呢 就是从沃尔玛买回来的 所有的空调系统不过就是个小风扇而已 稍微有点对不起这么科幻的外表啊 当然也是这么高科技的外表 跟在内部省钱正好相反啊 猛秦的外部呢 是他另外一个发挥创造力 同时也是毫不吝啬金钱的特点了 单一复合材料的整体结构 极少接缝 几乎没有间隙 相当的间断啊 是直到今天 隐形飞机还在攻克的关键技术之一了 因为可以带来无与伦比的雷达隐身性能嘛 好 达尔蒙青呢 还有多走了几步 他用整体的外观和优化的涂装 最大限度的降低了阳光下面的阴影 于是即便在白天呢 也能跟天空融为一提 增加了视觉隐身的特性 他将进气口埋在了座床背后 他将尾喷口呢 藏在了这个微脏的小嘴的深处 有效降低了红外和升学特征 从而提供了一种整体隐身的解决方案 当然从计算机模型走到验证机 再从地面验证最终飞上天空 他在这个中间的每一步呢 都进行了大量的修改 但事实证明啊 他这副UFO的模样呢 还真的就是在空气动力学上是稳定的 有一点就能够说明问题了 跟其他需要使用电船操纵 并大量依赖计算机辅助飞行的隐形战机 不同他上面用的 还是老式的机械与液压驱动的飞控系统 如果他真的是不稳定的话 早就如鲁迪遮出来的那架纸飞机一样 再到地上了 1999年 这架唯一的猛禽 最后一次飞上了天空 用不快的速度 不高的升线 但是却极为有效的隐身能力 再次宣告了波音的研发实力 为后来的很多技术都埋下了基础 这次飞机的研发实力是有机械与液压驱动的